好 早安 我們現在呢是在Austin的第一天 然後昨天傍晚非常非常晚凌晨才到達表妹的家 然後在一個非常大的 這是表姊還是表妹 欸 是妳的表妹 我的表姊 可是跟我同年啦 對 然後其實呢 我們昨天晚上在搭飛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做Delta 就是國內的航班 然後大家都知道國內航班就是大家印象就是空姐很老 然後就是飛機就是非常的沒有品質 就是我們那班飛機就超賣了快10個 所以就廣播說 欸 我現在提供500美金第一次 500美金然後包含一個晚上的住宿 有沒有人願意 就如果你行程沒有那麼緊繃的話 要不要就是搭別天的飛機 然後就是沒有什麼人 然後後來就過了一會了 可能看到沒有人出來問說 欸 那我們現在提供的住宿700 然後也是一樣提供住宿 然後我們兩個想說 一個人7月我們兩個就1400美金 很像競標欸 然後我想說 我們兩個就立刻想說 不然去問問看好了 然後再次我們去問的時候 好像前面已經有足夠的自願者了 所以就沒有 不過因為其實我們來昨天是很晚到嘛 然後我們表妹她今天等一下就要出差了 所以如果我們其實太晚到的話 我們整個就是 進不了她家門 對 所以其實也沒辦法啦 所以我覺得超賣實在是很燙很燙 可是我就想說 他們超賣 可是要賠償這些錢 到底是有划算嗎 我很好奇 對 我很好 好 那你到底有發現嗎 我因為吃了很多巧克力 又一直長痘痘 然後這幾天看 沒有 我覺得你現在化妝鞋子看不太出來 因為他剛剛就是素顏經過旁邊的時候 他就是 大概四五顆吧 不只 我這邊有個三八豆 很大顆 我有紙 我跟你有剩下肉眼看 那我這邊也有幾顆 可行 因為這邊這幾顆比較小 所以化妝是蓋得掉 可是這顆三八豆真的很明顯 好 反正如果大家呢 你們跟我一樣 是吃巧克力就會長痘痘的體質 大家真的是不要這麼ticky 就是不要吃好嗎 接下來一兩天都會一直拍片跟剪片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等表妹回來陪我們一起吃午餐 然後她就要出差去了 我們就是接下來就會用她的房子來拍片 剪片 她可以看一個 這幾顆可以看一顆嗎 塑膘子 這裡有很多這種附上 整個接口都好吃 嗯嗯嗯嗯 好吃 麵包很脆 那我吃的是 豬肉 我喜歡很多香菜 還有一隻雕 小妹家樓下就有免費的咖啡可以喝 先省一些錢 她說蠻好喝但每天都喝的 你的杯套給大家看喔 俠義環保 妳這杯套有洗過嗎 我洗過一次了 我買了那我就洗過給大家看 這個每天用的都是很浪費 環保杯套好嗎 現在這天氣非常的棒 然後我們穿短袖出門 然後我們剛剛回家把衣服給洗了 結果我們來紐約第一次洗衣服 好開心來美國第一次洗衣服 就覺得哇又可以開始穿新衣服 我就再不洗就要快要沒有衣服可以穿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不是可是其實冬天衣服不用那麼長 其實裡面內搭 對啦對啦 這邊很乾 你晚上洗它早上就乾了 很方便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買了他們 也不是買了 去免費的他們樓下的咖啡 現在還蠻好喝的耶 真的好燙喔 對啊因為現在很熱 所以就不會想喝黑咖啡 不過可以喝女生不要喝冰的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要去採購 好我們來德州有兩個比較不一樣的影片 除了vlog以外的 然後我們要去採買我們要拍影片的東西 現在是美國時間下午4 然後我們在CBS逛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全部都在買開架彩妝 就是我們買一些網路上比較多人在推薦的 或是我們自己很想試的 我們要拍一支影片 因為我們有兩個人嘛 所以我們就想幫大家多試其中 然後就莫名就買了這麼多 可是想說難得來一次 然後幫大家上臉試給大家看 我很害怕那Sephora線 我們會買多少錢 不要問你不要問 好我們現在呢 就是一個徒步要前往超市的旅程中 我們現在真的都覺得 Boston的路很大 然後很愜意的感覺 就感覺比較像是有在生活 因為在紐約跟Boston 大家都很趕就是一直走來走去 然後這邊大家很多人在遛狗啊 然後路上其實人還蠻少我覺得 因為其實這裡算是Downtown 可是我覺得其實 雖然蠻多大樓的 可是感覺也沒有很 程式感嗎 應該說不是沒有很商業的 因為這邊比較是偏 就是比較多辦公的 嗯 我們現在要來吃表妹推薦的炸雞 就在她家走路大概三分鐘到 三分鐘 三分鐘 撲一身 三分鐘 撲半身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家餐廳 雖然說食物看起來很好吃 可是她的東西全部都是塑膠的 她連盤子都塑膠的 我覺得她看起來不太棒 那我來試試看她的食物 好吃嗎 我本來就蠻喜歡吃蒜紅 店內是半雞 然後就有很多部位 每個部位都只有一塊 雞熊肉 還有就叫做雞腿 雞翅 然後這是雞大腿 這樣子 桌開不太 Sz��리 外面可能炸的很酥脆 然後裡面學的時候 它的糖是不是很脆的 就很脆耶 所以 limited to beta 好像有 好像有 因為故估的 chaos 我很想介紹 有時候會有時候會印的到感覺 Eve 像餅乾那樣子 可是它這次是怕得濕潤的那種感覺 還不會濕潤到變成軟 就是又是濕潤的感覺 又脆 它裡面的汁有多多 哇~~ 外面它也炸的很酥脆 然後裡面有很多東西 很脆耶 所以比味道還會比較好 好像有 因為這個配套可能有時候會硬到感覺乾乾 像餅乾那樣子 它真的是太濕潤的那種感覺 它不會濕潤到變軟 就是又有濕潤感覺又脆 它裡面 這裡面的汁有多多 因為我們都覺得就是這一區 就是跟我一種很邪惡的感覺 也不是說完全大都市 也不是說小城鎮 就是一個很妙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感覺是什麼 然後這邊店都是一家一家 一間一間的小東西 不是這很像allet嗎 不是因為大家看旁邊就是這種辦公大樓 看到辦公大樓 怎麼又是 就是一個很神奇的組合耶 做一figure out這種感覺是什麼 各位現在吃飽喝酒了 然後等一下又可以喝免費的咖啡 我整個想跳舞 在國外就是可以在路上做 任何事 妳有沒有下去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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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住在親戚家 看到表妹覺得很開心 她家也很舒服 目前為止的一切都很順利 我們現在是在這幾天中 終於化妝了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剪片 耍廢 在表妹家很舒服 而且我們想說 因為她家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去外面的咖啡廳 是不是 我真的就每天起床都覺得好廢 我們來Austin就待在家裡 很舒服欸 對啦 而且我們要工作 因為我們就是等著表妹回來之後 週末她就會安排行程 所以我們要再她回來 再把工作做完 有沒有 就是該完的時候完 該工作的時候工作 而且因為她家樓下就有免費的咖啡 我們每天都至少喝兩杯 根本就不知道去咖啡廳 這件事情已經說了大概十次 每天都要喝水 可以拜託每個社區都跟進這個 這個東西嗎 好然後其實今天呢 今天是我妹的25歲的第一天 我們在家出門買個蛋糕 然後吃個晚餐 然後晚上就可以慶祝她的生日喔 我們兩個生日只差兩個禮拜 因為大家應該記得我們兩個都天蠍座的吧 天蠍座的寶寶們生日快樂 這今晚呢是我的25歲的生日餐 殊不知這家店所有幾乎80%的店員都男生 然後所有都長髮 而且就說不知道到底是靈眼過生日還是她在過生日 而且有個蠻可愛的 她會幫我們吃個起司 你剛才沒照那個男的是不是 我覺得她長得蠻可愛的 她又是一個中長髮男 欸小姐 小姐是怎樣 這排隊是Burby 小姐請排隊 店長剛開多久3分鐘嗎 3分鐘 人就這麼多 大家這裡還不是最有名的喔 然後已經排這麼多人 然後我不敢想像另外一家會多恐怖 現在才早上是11點嗎 我現在已經要二臂了 欸餵我吃了 好好吃喔 現在已經是12點半 我們從11點排到現在 然後其實CocoMap上面寫 它的營業時間是到下午的6點 大家不要相信CocoMap 因為它賣完就沒了 就根據表麥的說法是 通常2點就會賣完 他們有一次排了2小時 然後到了全部賣完 所以大家記得最好10點半就來排隊 現在外面還有超多人在排 我跟你講那現在根本吃不到了 他們只能進來吃sandwich而已 他們只能吃不到這些烤肉 超大 豬肋排 如果你是點牛的話會這麼大 他們兩個吃2個 是3個 這是牛 這是牛是豬 墨西哥的 可是這邊很有名 就很多人愛喝這個 這個不一樣的味道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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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的 墨西哥的 我也是很喜歡LINE 很清爽 而且很順 它從那個骨頭一下就滑下來 還吃牛肉的 我們剛剛試吃的是什麼 蟲蛋 哇這骨頭好軟 超愛吃骨頭 它吃的非常的乾淨 這很好吃 它裡面的骨頭 軟骨 都可以完全吃掉 然後 硬的骨頭也可以 吸裡面的那個 你知道骨髓 就它真的是一切 它馬上的骨肉就會分離 來這裡也一定要連這個 麥根起司 超形濃 超好吃 看我的醬一瓶骨頭 剛剛好心的路人給我們一個 我們等一下自己也可以在上面噴漆 我們是否把我們頻道名稱寫在上面 可以可以 可以嗎 耶 好我們等一下就要前往這裡噴 這裡只要你有patch 你就可以隨便創作 那我們要留下來證明我們來過 奧斯坦我們要寫下我們頻道的名稱 好 準備囉 球星跳在往後 再站過來一點 然後再扣一次 很怕會跌倒 明邊為大家示範跌倒 我們示範跌倒 示範 我們看一家老師要過去囉 你壞小孩 好可愛 好可愛 嗨 這裡好好玩耶 吃完 什麼 吃完豬排來這裡好開心 豬排 剛剛不是吃的豬排嗎 豬肋股 豬肋股 今天來的時候很熱愛穿等秀嗎 然後今天馬上變回一個 好像在紐約還是波士頓的 outfit 我們剛剛在後面走 然後我姊姊就把我們推 可是我小心不要跌倒 剛剛就把我推 差點推倒 妳想要謀殺我嗎 不是 在後面地上突然有一個高雪地 我沒看到 是自己穿點跌倒 他剛剛就讓我們小心 然後自己穿點跌倒 大家走路小心好嗎 要顧旁邊的行人 也要記得顧自己的安全喔 可是這家的咖啡還蠻好喝的 很濃 很濃 很順 滑順 好喝 我發現我真的是一個非常不耐寒的人 就我剛剛我標誌還說 他覺得這邊的天氣 現在冷度是剛剛好 就不會太來還蠻舒服的 然後我姊姊一轉頭看我 就是超級冷 所以我們現在就換位置 而且我們現在走在路上 其實我們覺得Alston 是一個超級狗狗友善的地方 你看這裡有很多狗狗在那邊奔跑 然後其實很多像店裡啊 或者是超市的門口 都會放就是狗狗喝水的東西 然後他會有餅乾 可以給人家小狗吃 如果KUMA來應該會肥死吧 現在比較OK了嗎 配合你嗎 好熱啊 流汗了 我覺得這裡是比較溫暖 可是也不到熱的地步 他們倆是有點誇張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要前往克羅拉多河 跟著我們一起走 Osting就是在一個河旁邊的城市 旁邊那個是很像火車走的 真的吃完了 過去 這是一個很愜意的城市 非常適合居住 很適合養狗 真的很舒服 很適合養狗養小孩 超棒 我們現在要前往前面是狗狗公園 這裡是最好的 無論如何 比較容易 喔 我們現在要回到家 因為很累 所以要休息一下 再去吃晚餐 大家在幹嘛呢 大家猜猜看我們在幹嘛 Hello 大家say hi 我們在大螢幕上看我們的影片喔 天啊 我第一次在這麼大螢幕上看我自己耶 覺得很新鮮 欸真的看起來每天穿夜衣服 每天穿外套 我用的外套 哈囉 早安各位 我們現在早上到了Torchy 要吃Taco 然後因為昨天晚上 大家都小喝了 也像一天 男的睡得非常的晚 兩位姊姊原本說晚上喝完要聊天喔 聊到了 聊很多 我真的沒睡喔 不知道睡會直接起來 而且我們也沒化妝 除了吃Taco之外還點了他們的Ice Tea 然後這裡的Ice Tea很特別是你要自己裝 然後它就有兩服 另一服是不甜的 然後另一服是甜的 我告訴我朋友說 你不能就是只加甜的你會甜死 所以我就mix了一下 mix以後還是非常的甜 然後我朋友就說 德州人真的會有人只喝甜的 我就想說 也太厲害了吧 他們都覺得才是真正是Ice的味道 反正就是這邊的起司裡面 搭配各種不同的醬嘛 台灣現場看到的就是沙沙的醬 然後這個就是起司好味 吃給大家看 好吃嗎 嗯 所以我來這家要點這個是最好吃的 它有趣喔 到底是要怎樣是要打架了嗎 來囉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沒有看味 應該怎樣來一陣醬子 然後來 下個天的這邊在下面 東西吃嗎 然後吃這樣 like this 耶耶 用手的時候 對 很好吃耶 你吃什麼口味的 牛的 好 現在開始逛街了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昨天呢 我們三個人 我跟我姐還有表姐 都有買一個包包的戰利品 給大家看 他們兩隻已經背了 怎麼樣 你要Post it Post it 然後另外一面 這個怎麼這麼奇怪 這什麼東西 這是雨傘嗎 不怕被換人攻擊 不怕被換人攻擊 給大家看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是Austin的牌子 然後他的皮都超級軟 我們昨天三個人瘋狂 這手工 每個你買他都拿出來 你都深淺不一樣 你學 因為它是手工 所以每個都不會一樣 開心嗎 開心 好我們今天現在繼續 shopping 我會不會抵抗 哈哈哈 這裡 到今天的攝影 這裡 來 這裡 說 好 我們 HELLO 各位朋友們 我們來參觀 Tiffany 她的化妝工具們 然後沒想到看到這隻刷子 大家看到沒? Make up forever 的刷子 竟然是我們大概幾年前 我們又八年前 八年前送她的生日禮物 竟然還在 我覺得OMG 我真的正在保存一些禮物欸 然後剛剛我們想說讓 Tiffany 試試看 我們最近很喜歡這個維茲的 M89 然後她就說欸你記得嗎 我人生中第一瓶BB霜 就是你們跟我一起去買的維茲的BB霜 天啊我真的覺得 好久以前吃了 我們都長大了 就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吃晚餐 大家出門都背著新包包 非常開心 好我們現在吃飽到家了 超級成 我覺得在國外吃中餐 就是可以吃得非常的飽 然後價格又很優惠 那我們剛剛是坐Uber回來的 然後剛剛竟然在車上有隻狗狗 超級可愛 他現在才那麼大而已 他完全不怕聲 他在後面跟我們玩 他都知道我們之中 然後很乖你怎麼摸他 他都不會反抗 超可愛 超可愛 楊香美 其實那個 他居然有一個狗狗欸 好可愛 但他很乖 我好像不會怕 而且我是 他會把手這樣拿起來 他會那個欸 跟你玩嗎 對啊很可愛 就剛剛其實有拍到 可是有點黑 他是什麼奇娃娃跟博美混種 超可愛 超可愛 Oh my god 不要用Uber時機都帶狗出門好不好 不是 而且我真的覺得 德州人都超級友善 就是每次坐Uber 或者是去店裡面買東西 都會瘋狂跟你聊天 就覺得 就像朋友 對 就跟紐約很不一樣的感覺 裡面有葡萄欸 有什麼 有葡萄 是蘋果 嗯 三明治 大家有看到嗎 Austin的公車超級神奇的 就是在公車前面 你可以停你的腳踏車 然後你下車把你腳踏車停走 是不是很方便 我覺得這個 設計非常的神奇 這表示Austin應該是一個很熱愛 騎腳踏車的城市 而且昨天 我有跟大家分享 昨天晚上就是我們粉絲就是問我們說 因為我們就一回就要開店 他說你們兩個在工作嗎 我們說沒有啊 我們就在看一下Sephara的時候 我都miss掉的東西 他說你不要 他說我們來看電影 然後他就放了Netflix 我一個很愛的電影 就是那種青春喜劇片 就我表妹的taste果然跟我一樣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瘋狂在互推一些美劇 然後我個人就默默的在後面fade out 因為那部戲其實我跟我本妹 我們兩個都看過 所以我們兩個看得很認真 然後我妹其實每一看 他第一次看到他一直滑手心 然後我本妹就說 Lian你趕快認真看 然後他說我等一下考試 然後一看完他喜歡找出來問我妹說 所以你的心得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怎麼樣 就被兩個人控制狂控制的感覺 好可怕 很好看OK 好因為其實呢之前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明編在我們家就擔任了一個小初娘的角色 然後就剛好我們表姐之前有follow我們的IG story 她就說欸 Mindy之前不是好像很厲害會煮很多家常菜嗎 所以今天Mindy就要長廚 然後現在她很認真在切肉 欸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你今天要煮什麼菜啊 買了雞胸肉 然後可以搭配買了四季豆 還有香 然後跟另外一半香菇 所以妳現在還有信心嗎 就是都是真的是家常菜啊 就我原本想要煮一個湯 就大骨頭湯的 就是很有台灣味的 就我們家就很常煮湯的 就奶奶的味道 可是這邊的都 就是外國人家沒有那麼常吃那種骨頭湯吧 所以就是她的骨頭是跟肉 就是很黏在一起 就是會肉太多 所以就放棄了 就沒有湯 肉很想煮湯 有覺得有台灣的家鄉味嗎 我們的原創料理 嗯 嗯 我們在奧森最後一碗 跟著台灣味的晚餐一起結束囉 好 各位朋友們 嗯 好萌萌 現在吃完晚餐 然後我就要待在家裡剪片 然後Mindy跟表姐她們要去哪呢 她們要去做瑜伽 所以今天的瑜伽怎麼特別了嗎 因為就是表姐說 平常她們的瑜伽 可能有時候旁邊會有一些live music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們可以跟她唱 可以跟她唱 可以跟她唱 對 各位朋友 早安 我們現在人在哪 我們現在在一家早午餐叫做Snooo 然後也是表姐推薦的 然後她說平常週末的時候 人會超多要排隊 不過 對啊 就跟大家分享 我們唯一好處就是 因為可以平日去 所以不用排隊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是半零幾顆蛋 然後兩個口味 一個是豬 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很厚的薯餅 這看來超好吃的 這比台灣的半零幾顆蛋看起來好吃很多欸 因為我在台灣絕對不會點這個 因為我沒有在台灣吃過好吃的半零幾顆蛋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這邊然後建議大家來這裡的鬆餅 就點 它有一個set是可以選三個口味 不然就每個都只能選一個味道 然後我們選了三個味道 一個是 這個是藍莓的 然後還有一些cream在上面 然後還有cheese 然後再來這個是 這個跟巧克力 很好吃欸 很好吃欸 通常台灣pancake都煎得很薄 然後沒有蓬鬆感 我覺得它這裡的pancake 是非常蓬鬆感的 然後也不會太甜 我剛剛吃了它的鬆餅 就是完全沒有粉味 因為很多鬆餅會有一股粉味 它完全沒有好順 很花 很嫩 而且嫩中又Q 這個很好吃 可是這本來就好像很有名 吃吃看藍莓 很好吃 很好吃 一點都不會太甜 真的巧克力 這家大家一定要來 我覺得這樣一個人可以吃得完三個 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 你剛剛有三個不同的味道 就不會太甜 所以我買一個看藍莓 是好吃 真的 And then 我去吃看藍莓 等到你下來 我去吃看藍莓 好喝